所以如果你是未信主 你今天就不要拼搏了 因為不能拼搏 起碼你一定不及得他偉大 他能夠做到這個程度 他對生命的認識一定超越你 他對時間空間的掌管超越你 他對歷史的掌管 全人類去向的掌管都超越你 而他除了講他掌管人類的歷史 他讓以色列亡國復國 他讓每一個國家的興衰都是他的掌管之外 他親口說 凡不認識主耶穌的人都錄掉 你可以說他霸道也好 甚麼都好 不過你敢敢拼搏 你比他更加偉大 沒可能 他是神 所以在我們暫時未認知他 甚至不理你信不信他 在你信他之前 或者今天再做這麼多 你認識他之前 他已經比你想像中更偉大 他已經是神 他已經創造了歷史 他創造了人類 他控制了歷史 然後告訴你 歷史是為了讓我們認識主耶穌 而設計出來 你信不信他做得到 他當然做得到 你會看到全世界的舞台 雖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權 但你會看到這個神是真的 他控制了時間 他控制了空間 他控制了人類歷史 你要記住一件很特別的事 現在我們拉這條線的距離在幾千年前是不同的 因為在幾千年前地球的每一個大陸都移動的 現在我們每年都有地震 大陸的板塊是移動的 這麼多千八年裏面 你想想 神是預計我們去到今年拉這些線的時候 全部都是這麼準的距離 已經都是預定了 已經是預定了 你知不知到 就好像我們知道曾經在我們上幾年的大地震海嘯 導致地球的形狀都變了少許 這是科學家都說的 之前我們在前幾年台灣的大地震 導致台灣的整個尺寸的長度又變了 我們每年都在變的 但為何現在我們親眼看見用人造衛星 在今天這一刻 我們拉的線是可以去到這個距離 為甚麼呢 因為神預定了 到現時你會知道 不管你信不信也好 你就真的有一個比你更加偉大的神 並且人類歷史真的按著祂的設計 而創造出來 這位就是寫聖經的神 這位就是讓主義的順序降身成為我們的罪的救贖主 好了 我們現在少少重溫 在我們再在完結這篇訊息之前 再給你多幾個拉線的方法 才在下個禮拜我們再講一些更加震撼的 更加複雜些 但很震撼的內容 首先我們看到巴比倫 我們看到巴比倫牆拉過去的時候 因為是舊約 所以它是英里 就是539英里拉去聖殿 而巴比倫在甚麼時候亡國 就是主前的539年 尼普爾我們看到尼普爾拉線去聖殿的時候 就是587年 我們知道原來當時以色列說一個預言 就是主前的587年 以色列就會亡國 我們看到彈爾里書和啟示錄 是同一層親手寫的兩卷書卷 親自啟示的書卷也是同一件事 就是世界末日的 所以我們看到拔摩海島拉線去到這個聖殿 他的距離竟然是和彈爾里書當時所記載這牆的位置 一樣是539不過是海里 我們看到英國 英國在日不落之期開始衰落 之前原因就是他不願意讓以色列立國 而在1948年他心不甘情不願底下讓以色列立國 而在英國的倫敦石外拉線去到這個聖殿 就是1948海里 法國我們看到拿破崙讓以色列能夠拿回巴勒斯坦地 而由法國市中心拉去聖殿 就是當時的年份 就是1799海里 好了 我們又嘗試看一些有趣的拉線 譬如舉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任何人當你研究2012 你都會有興趣想知道神點看2012 其實我們在來日子當中會和大家詳細分享 但當你研究2012其中一個題目 每個人研究的時候都一定會遇到 就是每個人都一定提麥田圈 麥田圈是一個很神秘的現象 就是在英國最主謂英國的麥田上面 就出了很多這些圈 而為何會說到2012的時候會說到麥田圈呢 原因就是這樣的 原因是1980年之前 麥田圈未進化或演化現象 1980年之前麥田圈只是一個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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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當時1980年之前的所有科學家都相信 麥田圈其實是風吹出來的 真的 是科學家說的 不是那些弱智的人說的 是科學家說麥田圈是風吹出來的 旋風吹出來的 這是1980年之前 1980年之後 小學生都知道麥田圈一定不是風吹出來的 因為它開始有四方形 有四方形 有三角形 有很複雜的圖形 複雜到人類都沒辦法去短時間做得到的圖形 竟然在幾分鐘或十多分鐘當中 就出現在麥田圈了 是由1980年開始的 最複雜的圖形 不能夠想像的圖形 人類沒辦法用自己的科技做得到的圖形 例如用同樣的方法 畫正方形和圓形 他們的周界一樣 因為到現在人類是沒辦法用自己的科技做得到的 因為圓形是我們知道要整個π 3.1416 所以這是無限數字 但正方形的邊 2乘2 4乘4 是一個實數來的 但竟然在麥田圈 他們做得出來 在麥田圈不單止有複雜的圖形 他解釋很多數學的難題 麥田圈甚至在近幾年出現很多免費能源的圖 是線路圖來的 用麥田圈做出來的 並且最近甚至麥田圈出現關於2012的訊息 關於2012之後人類的DNA會演變 會變異 好了 關於神點體麥田圈 神點體麥田圈會否跟拉線見到呢 我相信大家都會很有興趣 沒錯 原來是真的見到的 因為原來所有的麥田圈在英國 全部集中在某種泥土之下 而英國這批的泥土 只集中在英國下角的一堆地方 而如果由聖殿拉一條線去 你會發現這些地方 最近聖殿的距離和最遠的距離 是一個很有趣的年份和數值 因為用海里計算 他就是由1980海里 1980年之後的麥田圈變動了很多 沒錯 他的距離是1980海里至2013海里 你看到就算是麥田圈 神知不知道是否神的能力以外 你會發現神在幾千年前早已預定 甚至能出現的地方是預知的 你會看到不可能偶然 我相信看到現在你覺得這些全部都是偶然 你會發現傻的人才會這樣想 沒有可能偶然得那麼多 等如年中一千次六合彩一樣 是沒有可能的 你會看到整個世界的政局 和整個世界的歷史 是真的有一個掌管者 而這個掌管者讓約貴和聖殿 成為所有事件的中心點 但是這一點就是顯而易見 這就如我所說的就是真知識 這個真知識 你一見到這個知識 你就會知道很多事情 要知道人生的目的是為什麽 人生的目的是什麽 就是做這位神要你做事 就是這麽簡單 因為你現在知道誰是你的神 你會知道誰是神 你會看到人類歷史 甚至國家大事 甚至全人類誕生 每一件事 會有任何變化 將來的事 他都知道了 何況少少關於生命之後 會去哪裏 難道他都掌管不到嗎 Amen 多謝